中国干了几件大事特朗普安静了,许多美国自身出了大问题或者说面临危机。 最大的焦虑按照美国人自己的说法,就是美国世界第一的宝座受到了威胁,为了永远的低于美国的总统先生们是把先过海格显神通,无疑能改变美国相对衰落的趋势。 似乎上帝很是眷顾美国人终于美国民主选举了一位深水总统特朗普,不仅美国优先口号喊了整天在想而且行动力惊人,贸易战的刀刺飞快。 胡乱卡向全世界,世界震动,果然美帝捣乱世界的能力第一,有的国家倒下了,使美帝因为屈身以待,赶紧送钱保命。 给特朗普轻易能迎送证据,有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所谓盲流期待豁免,更有甚者坐着于美国一起掠夺世界分一杯羹的美梦。 时刻想着在中国背后看黑箱,黑云鸭成城欲吹,爱好和平期望发展的国家都在看中国怎么办,美国也在看中国怎么办。 在世界关注的眼光,下中国除了在贸易战上,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和国籍贸易体制展现,与美帝死磕到底的决心之外。 干了几件事,的确让特朗普们思量起来。 中俄军演,俄罗斯要举行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,中国排除了3200名士兵,900多台套大型军事装备,几十架飞机参演,规模开冲进来之最。 中俄军演不针对第三方,但这是战略演习,展现中俄两个大国汉的世界和平的意志。 啥意思?用老百姓的话讲,就是中俄谁也不孤独。 假,如有人敢挑起什么战争,中俄有能力共同应对,不管对方有多么强大,在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够打赢与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,七千多亿美元的军费似乎不够用,十分的不够用。 那么足以遏制某帝国,发动针对中俄两国的任何战争梦想,只要美帝不敢发动战争,那么贸易战只能陷在贸易领域,不敢发动战争。 抢劫的生意美国人就做不成,所谓中国会屈服于美帝,就不会有任何根据。 世界就有时间之一致,美国的霸权梦,荒漠草十分相信在动荡之后,世界经济会达到新的平衡,新的,公平的,世界贸易规则会逐步确立。 世界经济全球化,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趋势,不是美国能够阻挡的。 中非首脑峰会,四十位非洲国家总统十几位副总统总理业会的中非合作峰会,在中国成功召开闭换,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一带一路大战略,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理念成为共识。 什么叫得道多助? 这就是,至于那个特朗普猫在美国发发推特可疑,走出国之后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,什么叫失道挂住? 美国就是,前夫所指无疾而终,特朗普和他的美国正走在自作死的路上。 中美贸易不是中国贸易的全部,中国有能力把中美贸易战斗所受损失,通过扩大与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贸易补起来保持平稳增长。 中国稳了世界经济就多了丁海神针,有利于团结世界上反对贸易保护,逐一的国家共同维护世界经济贸易的稳定发展。 中朝友谊混乱,先是鲁旧的友谊,这就是中朝关系的本来面目。 这种友谊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更加巩固,不是其他,这是中国给原政治意义的合理回归。 美定和西方所主张的所谓制裁,没有多大的正义性,美护朝鲜国家主权。 朝鲜半岛和平稳定,是中国必须要做的,而且会做好,朝鲜已经做了应该做的,去核化,发展经济的路走对了。 至于美国,爱砸教话就砸教话,维护朝鲜半岛和平,不允许周边生战生乱是中国的底线。 这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像恐怖分子,把起最后一架有一曲同工真妙,在地人政治意义上要坚定止损。 美地雷所欲为的好日子没有了,这样的战略在伊朗问题上会得到再次印证。 中国安安静静地做了这么几件事聊笑如何,不好下定论的,但特朗普安静了不少,或许这就是效果。 2000多亿美元的加税清单还实行不,美国人正在思量,我们拭目以待。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议员创作品,申请原创加分转载,请注明,出自铁血TIEXUE.NET 本学地址,HTTP,BBS,Tlexware,Netpost132262051,HTML 本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